取车的路上 我们到公车行啦 我就喜欢冰岛这种循环经济 就是大家用不下的东西都放在这里 我们可以自己来取 天气阴阴沉沉 但是我们取到了我们的车 好兴奋 什么都有 OK 现在我们要检查一遍车 大家来冰岛自驾一定要买这个 手机支架 因为他们这边租车 根据你租车类型 但是我们选最基本的是没有的 第一天来冰岛最便宜的小粉红猪超市购物 有一种美国超市的感觉 珍贵的蔬菜区 好 冰岛的冷冻区是整个房间 这边的鸡蛋只有一个种类 这边堆的全部都是酸奶 宝藏食物 带牛肉馅的小水饺 并且还是干的那种 又去逛了一家超市 逛了另外一家超市 买蓝莓 蓝莓要比法国的便宜些 然后他们也做那种 就是快过期的蔬菜呀 优惠价格 两只可以包成的香肠 然后每天一补的水果 然后建议大家就是随处逛的时候 一定要找厕所 因为他们这边自然景区是没有厕所 或者是要等很久的 火山的路上 远处的一个地方在包烟 不知道是火山还是那个温泉池 然后旁边都是那种 感觉像月球表面的那种 岩石 开始好看起来了 马上就到停车场 停车场在那里 爬火山的路上 爬火山的路上 我们爬火山 去看火山 咱们走哪一线 就是爬火山 看清楚一下 这边 天气让人跑 上午是我这种 上午要上路 去那个火山的方向 这边是一枪 平常的地方 就是一枪 平常的地方 景象 这边有一种巧克力慕斯 但是是硬的感觉 还有那种海洋里面海浪 但是是固定的感觉 太神奇了 这片土地 中间有一种白色的地方 应该是硫磺 终于火山路 真的是 我们已经现在看不清楚了 特别是我戴眼镜 我眼镜全部都湿掉了 然后我的裤子也湿了 下面全湿了 都是泥 然后我们终于进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好像是能够爬过一座山 就可以看到湖山了 然后对面还有挺多人回来的 雨停了 我们大概应该走了两三个小时了 还没有走到 好像终于到了 需要爬到山顶了 最后一段路了 加油 走一段湖山 高峰湖山 太大了 景的场景 目前 我感觉我什么都看不到 起飞一点点 看得更清楚了 一个正在溪满的火山 走了火山 来来 感谢你来一场 虽然我们没有相见 但是 因为这个缘分为美 我们也过来了 拜拜 哇好神奇的感觉 因为在下雨 然后也没有看到太阳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光 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 是因为石头的颜色太浅了 所以就显现出了那种阳光的颜色 超行照片 哇他们好酷 刚刚搜寻队的就过去了 也不知道什么搜寻队的 应该就是 这边负责安全的一些人 并且他们戴着头盔 这是我们的回程路 真的是这个雾好大 什么都看不清楚 七点钟终于走回parking了 这谁的摩托车啊 行李都这么随意的摆放 也不拍别人偷这么多的信任感 我们找到了一个camp seat 免费的camp seat 因为是免费 所以只有一个厕所 和一个没有电的厨房 于是今天就开始了我们第一天的露营之旅 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